当内陆地区为了改善长久以来淹水的问题 现在正在实施中心分红工程 因此主持桥必须封桥施工 对此造成周遭农民难以出入 在经地方澄清后 县议员曾正言也邀请县府相关单位 以及相关承包厂商前往会堪 判协助改善农民的困扰 我这一站这个围地就是我们的祖宿路 祖宿路这个围地 那就是我们的中心 如果下水道对我们中国中的 就做到毛鲁区 做到这段时间就是我们 祖宿路这边有 被处的乡村的下坡道 下坡道他就要给我们做 因为如果不做 我们的乡村 避免他的产品 少不再来 必须要用白的 少不再来做 农民姐前称指出 因应中心分红工程施工 造成农民出入相当不便 因此这次也相当感谢 曾议员对地方的关心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紧速改善 使农民方便出入 因为这次因为我们中心分红 图宽 地面成本 造成我们这些农民有八户 不方便 所以拜托我们 臣企丸给我们 政策就是说 给我们改善 就是说 每个出入口 给我们 做五米的出入口 给我们成本 做董博情 来让农民方便出入 感谢我们 臣企丸 这出入口 而先议员曾正言也指出 中心分红工程施工 造成农民出入不便 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建设约五米的下坡道 让农民能够方便出入 今天是特别 有什么相关的单位 我们这个管府 跟我们这个保障家 有20万人来管心这 我们这就是这个楼框 下坡道是要做五米 这个档道 把它做得更绵 不要那么驾 过来就是我们 有差入口 跟中国中间 看到有八米 八米这个 政府也正是在 一边正是八万 这个也是要一次到位 要来把楼图图团 这样的管政府 还提高两千万 从我们中国中的 上海区的交通派干 来一次到位来改管 在会康过后 曾议员也希望 中心分红工程 能够紧速完成 配合工程的扩关道路 也能够一次到位 不仅改善地方 长久以来淹水的问题 也能够让地方的交通 更加便利 记得全文郡南投采访报导